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澳湘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我是丘瑞 今天来看一套自住的样板房 哇,这是资料的声音吧 好大呀 这两个树上有很多资料 沙沙沙沙沙的 OK,这套房子呢 位置是在 北部靠西的 Plano Coit 和Hashcox 的东北角 靠近121 这片房基本都是 四五十万五六十万 就是这样的房子 然后呢,年代大概在 2000年左右,这套房子也是 45万9 开架,然后面积是 3581尺 5加4,户型结构非常漂亮 是一个比较工整的结构 而且他把地面和墙面做了 就会显得,虽然 装修比较,没有什么装修 但是 房子结构很漂亮,干净 就让人觉得好用 这Vest Plano学区 小学初中都是十分 高中是九副盛名的 Vest Plano Vest Senior High Vest Plano Senior High 门厅这个砖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也是后升级的 然后整个是全条高的 全条高,楼梯在中间是左右 然后房子是南北向 前院朝南,后院朝北 然后这里呢,正餐厅和接待厅 是套间套在一起的 然后你看他整体的 接待厅的层高也非常舒服 然后入户门也很高 高门套 也很舒服 地板就是 当然如果换了更好 如果这套房子就Nail Down地板 然后把楼梯改成铁杆的 师母扶手 楼上你全部改的安全 非常漂亮 好,这里呢是正餐厅 就是墙面地面灯 Blends 就做这些东西啊 然后再过来是个酒棍 它老早以前升级成玻璃的 其实还不如木头的 要不然就做个酒棍比较好 当时柜子是没有升级的 所以柜子用材料比较便宜 但是结构非常漂亮 这套房子 它的洗衣房在这里 再过来 这个抽烟机它是带烟道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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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住了是不是 我一定要把它打开 对,抽烟机是带烟道 但是很有意思 它带烟道呢 它后面是有个楼梯的 这可以上二楼的 这套房子是双体 所以它的烟道应该是从上面这样过去 好,再过来烤箱和微波炉 然后整体的厨房 耶 还是蛮漂亮对吧 然后中间中岛是四个门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它的面积还是不小的 然后这里是早餐厅 早餐厅对着车库很遗憾啊 就这是侧院 如果早餐厅的后院就 就是后院门就更漂亮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写字台 有人说这是给家庭主妇用的 OK整体 然后它的客厅来了 OK 然后它客厅层高也非常舒服 但是当年它没有升级楼梯 如果把楼梯升级成石木扶手加铁盖 就会非常漂亮 它把所有的blanks也换 因为这个blanks很容易拉坏 但是现在换的这个也都是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blanks 我看后院 后院 它应该是刷了漆 这个 哦 还不是刷漆 你看 你看我们看门有没有变形 你看它上面是没有光的 到下面有光了对吧 就所以说这个门要么是啊 对它应该不是迪径人家 是荷叶的问题 你看这边的荷叶 在这边是窄的 这边是少 所以它这个荷叶松了 得调整一下就好了 然后它的 呃 fans全部都换过了 后院还有一个小的工具房 泡粉新的 非常漂亮 然后这是补过的 车库有点意思 车库这为什么会补一下 以前可能是往这边塌 我看啊 这上面这个trimboard没动 这正常了 所以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补一下 有点小裂缝 有点小裂缝 属于正常 然后这块有个横向的裂缝 看到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动 可能是车库里面调了一下 还是怎么回事 要完就是往右侧动 ok 好 我们光看了房子这半边啊 那个 主卧里面还没看 这边还有 我们先看这吧 你看我们现在又绕过来了 对吧 这是 入户门 然后接待厅 正餐厅 那边是厨房 早餐厅 这上二楼 在我的背后呢 它一楼有两个副 这个是一个full bus 对吧 然后 也灯重新做过 这个它层高 这个full bus层高也很高 这个full bus是给这个用的 这个卧室 所以它一楼呢 有两个卧室 一楼有两个卧室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主卧 主卧在这里面面积也不错 带飘窗 哦 我就说 面积也不错 带飘窗 然后它的地砖重新做过 它其实想让这个房子变漂亮了 它地毯重新换过 现在还能闻能见味儿 但是呢 如果当时它多花 可能五百美金吧 甚至可能都要不了 然后它这个砖就会变成长条的砖 就比这个砖更漂亮 这个砖显得特别小气 然后花纹啊 这些都比较老 既然做不如把它做好 但是还是为了省钱 浴缸 镜子也没有升级 只是把它擦干净了 把灯换了 把墙面粉刷了 然后这块它里面重新做了 下面没动 看到没有 反倒很搞笑 它地面没动 然后把墙面做了 其实 其实它这个 这种类型的砖 铺到地面是可以 但它滑 它还怕滑 所以只铺 它只铺到墙面上了 所以地面是这种 有点磨砂的小的这种 也还行啊 然后主卧是这个衣帽间也很大 而且是带采光的 我非常喜欢带采光的衣帽间 而且很舒服 OK 所以整体啊 蛮漂亮 我们现在到 二楼 好厨房 好厨房 我们现在到二楼去 楼梯只要是折梯 它基本都还好 好像那边是有三个卧室 它是5加4嘛 这边是有三个卧室加两个副 这边是一个大的game room 然后这是客厅 它还是依然用的这个灯 这楼上这些灯都没有升级 而且依然用的这种 这个屋顶要全部做完 还是要花个 可能有个 我估计要2000块钱 把它做完 好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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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负 这个负给谁用呢 这个负是给他用的 一个是给这个卧室 还给那边game room用 所以他在外面 好厨房 不上镜了 躲在这 不要上镜 保护隐私 好厨房 然后这边是有两个 两个负是共用的 好 我从这 好 这边是一个负 然后这边是一个负 我们从这儿进 进来之后呢 然后这就是灯 它其实所有的灯地面都坏 这地毯都是新铺的 所以就这种 一块多的地毯 铺完之后 依然是有味 就是 我觉得我也对不起观众 这身材 所以要锻炼嘛 是吧 还有我的 我的那个鼻子做完手术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已经恢复了三四天了 还是 那个 现在完全同畅 待会后面我再给你们讲一期 一个美国的医疗保险呀 还有这个做手术什么情况呀 等等啊 好 这是那个Jack and Jill 这样子一起的 这两个是一起的 但是这个有一点不好 就是这两个卧室啊 你看 这个卧室和这个卧室是共用于面墙的 这两个卧室是厕所隔开的 那 这洗手间在这儿 然后这边是一个game room ok 做电影院做什么都行 然后 这就是当时盖房子 我还把灯打开 嗯 所以外隔热的 你看这屋顶 比如说换屋顶的话 它用很长很长的钉子定下来 有的时候这些钉子会定到煤气管道 因为你的空调的热风机是通过煤气管道过来的 这是 这是还有一个口在这边 这个口应该是 哇 还有一些地板在这儿 这是梁子是用2×6的 是吧 这是很宽 这个是用窄的板 你看这些梁都是用宽的板子打起来 这是房子整体的 这是电吗 还是什么管道 这都不懂 ok 所以热水器应该是在车库 我们再去车库看一下 两套空调机 哇 它被省电楼上开80度 好 我去楼下 这下来之后就是 你看这就是厨房啊 记得吧 这厨房后面的烟道 那个抽烟机的烟道 从这走 这是早餐厅 下来还是厨房 东西 东西因为当时都没有升级 用的东西都比较便宜 但是一个户型结构好 所以 我感觉整体的舒服不错 所以它的空调机还是在上面 在阁楼里 它的空调机 这个电机用不了多久就会坏了 别人家都是三车库 他们家是两车库 应该再升级一下是吧 当时 很多时候为了省了两块钱 最后 应该升级成三车库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有一辆玩的车了 因为这冰雹比较多嘛 所以挺到外面 比较难过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把那个fence直接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呢 就把车道扩在自己家里 很多人家这样做 然后在你的车库门那块 再加个cover 这样的话就ok 好了 45万 46万 反正房子材料比较差 但是 在这个时间来说 这个价位 这个面积来说 只能说是合理 就是 再升级一下装修一下 会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由于就房子弄得很干净了 地板什么也都做完了 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弄它 就这样 ok 好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翱翔美国我们的网站 翱翔US.com 加我的微信 翱翔US001 我是邱瑞 我在达拉斯等着你 再见